這次在中國鐘錶舉辦的這一個全新系列RSE8 Bell & Rose的新品發表會 其實是南部的首發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特別 因為你知道就是中國鐘錶其實有一百年的歷史 然後在這麼悠久歷史的背景之下 我們卻把Bell & Rose這一款的手錶發揮得淋漓既致 因為它這一種方中代言的設計 其實可以看出你自己的個性是那種非常前衛 而且完全不會懼怕任何事情的那種態度 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次新品發表會想要強調的一種 就是生活的態度 很多人他們會選擇其他的品牌 可是Bell & Rose會成為他們的第一首選也是 因為它是代表年輕化 它是前衛的 它是跳脫框架出來的一款手錶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就是Bell & Rose一直想要帶給我們大家的感覺 把自己的手錶融入自己的生活當中 就是它對於手錶不是只有 就是你可能在家裡面自己收藏在看 而是你要帶出來要獻出給你朋友看 要跟你朋友討論說你這一款有多帥 像你可能去街上你騎著重機 然後其實搭配這一款手錶就非常的帥氣啊 其實一開始注意到Bell & Rose是在2005年的時候 他們發表第一支方形的錶 對 那方中代言這設計我就覺得就是蠻特別的 那在那之後我就開始有研究他們的品牌 對 那開始了解它 那之後也有Kuruto系列 甚至於現在的跟雷諾合作今年第三年了 那每一年就是他們會出很多不同不一樣很有特色的錶 對 那像我今年是買了他們青銅板 對 那一開始戴的時候我會覺得 雖然說是它表面是42 不過可能是方形吧 所以它存在感蠻厚實的 對 那不過戴久了之後你突然一看 你會覺得很像是一個 像儀錶板一樣的一個錶 鑲在你的手腕上 這是讓你們最興奮的場合 是 Bell & Rose是從飛機開始的嘛 從天空開始 然後往海裡延伸 跟再從路上速度出發 最大的優點在於說 它三面都很均衡 雖然天開始後來潛水做得很棒 陸力現在做得很棒 所以均衡我覺得是它最大的優勢 這次Bell & Rose 它跟雷諾F1車隊結合呢 我覺得 第一個它先生上有優勢 因為Bell & Rose是從衣標板起家的嘛 從這個飛機衣標板起家 這本來就一個很機械感 那麼又很方正 很精密的一種一切感覺 那麼賽車也是一個很精密 很講求速度的感覺 所以我想 現在它結合起來就有一個很匹配 它把它精神從內而外散發出來 尤其今年呢 它把整個雷諾F1車隊的底盤呢 還有整車的結構呢 我覺得把它雕琢得很棒 就是說你帶起來呢 感覺你就想要衝出去跑出去 有那種想要駕馭速度的感覺